歡迎大家收看 喬琳日誌 1 2 3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琳日誌 今天喬琳日誌帶大家來新加坡的BOOGIS 好 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呢 好 今天行程有點滿 我們早上要去剪頭髮 然後晚上要去看國慶日煙火 然後因為我的頭髮已經兩年都沒有整理了 所以我們要來去整理一下 好 這裡呢 大家應該都知道 它是新加坡的百勝樓 它這邊賣了很多就是賣書的書局 還有專門賣美術用品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直走 找到這邊有個便利商店 然後這邊右轉 右轉之後呢 再一直直走一直直走 然後我們目的要找那個百勝樓的做標牌 然後這邊右邊是很多就是影印店 還有做壓克力廣告牌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百勝樓的龍面圖 那我們今天要找我們要去的理髮店 它在四樓 好 確認地理位置之後呢 我們首先要找到這個手扶梯 然後沿著手扶梯往上 我們要做到四樓 四樓手扶梯出來之後呢 你就看到這個紅色的墊 然後再左轉先 左轉先你就一直一直一直的直走 走到底 走到底之後呢 看到這間買藝術用品的墊 然後在這邊右轉 右轉之後呢 再一直直走 你就會看到它這家墊在右手邊啦 這家美髮店呢 叫做You Plus 好 前面已經很多客人了 我們今天約的是 今天是下午的一點 進店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好多的熊熊都好可愛喔 很多人呢 會來這間店懶頭髮 因為它的價格很合理 39元而已 然後這個是我今天要懶的懶髮技 好 造型師現在要在幫我懶頭髮 懶頭髮它的味道不會很重 然後它是用的是日本的懶頭髮的懶髮技 感覺很健康天然 然後這個是他們給客人的水杯 是熊熊圖案的喔 很可愛 然後裡面裝的是擺開水 不過我建議啦 還是給客人喝茶啊 還是果汁都可以喔 好啦 懶髮技等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那我現在要去洗頭了 他們家洗頭的地方有兩個至三個 然後它有一個階梯走上去 大家要小心喔 它這椅子是黑色的 而且躺起來的還蠻舒服的 然後它的水溫都可以控制 然後設計師會問你說 這樣數溫夠不夠啊之類的 然後把懶髮技充掉之後呢 接下來是洗泡泡 對 把那個懶髮技充分的充掉 洗完泡泡呢 它會幫你上一點 就是懶髮用的一個護髮束 然後再把你頭髮擦乾 然後再包起來 然後再回去原來的位置上 然後因為我的頭髮太多太長了 長度到一腰 然後所以在包頭髮的時候 讓設計師很難把整個頭髮都包起來 我現在覺得我的頭髮包起來好大 一坨 然後這樣感覺有點像印度人的感覺 很好笑 然後剛剛懶頭髮的圍裙是黑色的嘛 然後現在等一下要吹頭做造型剪頭髮 所以現在圍裙是白色的 然後現在設計師跟我講一下我的頭髮 前面啊可以怎麼整理一下我的瀏海 然後要等一下怎麼剪 那今天我們大概髮尾的部分會剪到10公分左右 因為有點長 而且平常我在梳頭整理頭髮的時候也容易打結 對 然後現在剪完頭髮了 設計師在幫我捲墊 幫我捲要做造型 然後今天晚上要出去約會看煙火 所以今天晚上呢在新加坡金沙 Maria Basin就是那一整圈都可以看煙火 然後晚上以螺旋到很棒的位置的話 你可以看到整個煙火跟金沙飯店的夜景 就整個超棒的 對大家真的要來新加坡看一次煙火 然後這個電棒捲呢 因為它是暫時的 所以下一次如果我洗頭的話 它這個捲度就沒有了 然後如果要自己在做造型的話 設計師也教我大概怎麼用這樣子 OK 我的頭髮用完了 然後設計師說 你可以用手這樣子撥一下撥一下 可以讓捲度可以維持比較持久 然後他有在幫我上一點定型 好啦 我們現在出來了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? 好看嗎? 好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晚上新加坡的煙火 這是國慶日預言 他們的國慶日在8月8號、8月9號 然後今天是7月30號 國慶日的預言 然後這個是煙火 你看 跟後面的金沙 整個的風景、夜景很美喔 給大家欣賞看看 好 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、按訂閱、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的話 也會被第一時間通知你喔